为了你我愿意热爱整个世界 分级剧情第五集 韩东的光盘生意做得不错 仲佳佑多次光顾 让韩东对其产生了好感 这天佳佑来买黑客帝国 韩东干脆邀请她到自己家里一起观看 佳佑没有拒绝 韩东高兴 瑶瑶撞见两人在一起 心生粗意 转身就走 瑶瑶试探母亲是否同意自己换工作 张牧坚决表示反对 其实 瑶瑶已然辞职 紧跟时代 去寻呼台当街线员 长弓穆子用电话卡致电对方护诉忠长 长弓邀请穆子去眉心的见行验 穆子害羞答应 瑶瑶试探韩东跟重加优的关系 发现韩东的爱慕之情 再度引发醋意 韩东有点摸不着头脑 为了你我愿意热爱整个世界 分级剧情第六集 韩东喝得微醺去找佳悠给他道歉 佳悠没有计较 韩东再度提出交往 佳悠答应 眉心领走前湾与小山互助中场 小山依依西别眉心 两人并不知未来会发生什么 然而却无比坚定对彼此的心意 韩东经过自己的不懈努力 白手起家赚出了一家光牌店 众人为开张典礼住信 瑶瑶遇到电话骗子进了派出所 长公赶去接他 李宁邦得知两人是兄妹关系 瑶瑶换工作的事情也由此曝光 长公则被瑶瑶不该瞒着家里 但也答应暂时帮他保密 星期年临近 多家网络公司遭一千年重风波 长公灵威寿命要奔赴广州 深圳等地解决相关的问题 头一回有人接送 头一回坐飞机 这些让张家父母特别为儿子骄傲 为了你我愿意热爱整个世界 分级剧情第七集长公 韩东等人揪出了刘明涛 质问他骗钱缘由 众人决定帮助相爱筹钱 先给老人一个心安 长公跟董建国摊牌 提出先遇之一年的工资 董建国答应 在众人的努力下 终于筹到了五万 长公和小山陪相爱去给姥姥送钱 相爱感激众人 韩东留了个心眼 逼着刘明涛写了欠条 怕他到时候赖账 李木子请示电脑出了问题 求助长公 长公终于进了牧子的宿舍 同学们看长公精通电脑 纷纷让他帮忙整修 牧子有点心疼 但又不好拒绝 长公到大房一一答应 牧子带长公去见爷爷 提前没告诉他身份 长公格外紧张 牧子的爷爷是个老红军 平日里住的干部病房 喜欢听革命老歌曲 牧子便从韩东的光盘店里借了脸给他 为了你我愿意热爱整个世界 分级剧情第八集千禧年跨年夜 不定不眠 大家都用自己的方式与自己爱的人 庆祝着这一历史性的时刻 姚姚因为心情不好 不想去群呼台加班 便跟着李宁峰去处理纠纷 发现李宁峰的工作着实有难度 他让李宁峰陪自己逛一整夜 李宁峰同情这个小妹妹 便答应陪同 而魏小山则难忍相思之苦 骗母亲去学校复习功课 买了去武汉的火车票 去见回国过元旦的梅金 韩东则跟佳悠小山一起 陪大杂院的长辈们欣赏 新年到来的烟花 另一边 张长弓带着李墓子 去了历政酒吧 原来他早已订好跨年活动的票 预备跟墓子一起跨年 小山的突然出现 让梅金措手不及 他尚未跟父母说过自己有男友 只能慌称小山是路过的同学来看自己 小山内心有点失落 但见到许久未见的梅金还是很高兴 为了你我愿意热爱整个世界 分级剧情第九集 韩东不同意出国 韩富训斥他不学无数给韩家丢脸 并一怒之下扔了韩东拿回来的光盘 韩东咬牙步步 拿走光盘夺门而出 新年一时 长弓和李松来公司报道 小林总不同意公司同时签约两人 让董建国二选一 董建国最终选择了长弓 长弓却觉得这样不公平 李松也不服气 找董建国理论 董只告诉李松一句话 长弓在千年重的事情上有过贡献 对工资而言更有价值 长弓不愿兄弟受到不公平的待遇 暂缓签约 找木子谈心 长弓找到电视台的静老师 解决李松的工作 李松感激 张弓故意大战瑶瑶买的衣服给邻居显摆 母女俩终于兵士前前 张弓接受了瑶瑶的工作 为了你我愿意热爱整个世界 分级剧情第十集 木子邀请长弓 参加学校计算机器的讲座 长弓向主讲教授提出了关于互联网的问题 得到了与自己光点相左的意见 结束之后 长弓始终在思考讲座内容 木子告诉他之前灵警在QQ上试探他 长弓玩耳一笑 我的QQ只有你 我不花心 因为手机的逐渐普及 寻呼台业绩受到严重影响 遥遥想请李明峰吃饭破财消灾 不料却依然见到自己的名字赫然出现在自退名单中 遥遥害怕不敢告诉家人 只能求李明峰接纳自己给他做保姆 每个月保证最低生活费就行 李明峰哭笑不得只能答应